1月9日电视剧版《三生三世》《十里桃花》在上海举办发布会 该剧将于1月30登陆浙江卫视、东方卫视 当天导演林玉芬协主演杨幂、赵又廷、张志尧、迪丽热巴、高伟光、张彬彬、余梦龙、王霄、朱旭丹、黄孟盈、赖毅、戴斯等习数出席 电视剧《三生三世》《十里桃花》讲述了杨幂饰演的青秋地基白浅 与赵又廷演的九重天太子叶华 历经三段旷世情缘、忠诚眷属的动人先烈情话 发布会现场首次曝光了杨宗伟、张碧晨演唱的片尾曲MV《凉凉》 而电视剧对于原著的还原度 朱燕们也是十分自信 不仅如此杨幂透露生活中的自己与白浅有不少相似之处 是个露吃又不会送礼 对就是因为我也是一个非常露吃的人 然后我也不会送礼 所以我觉得看过小说的人都知道这一点 白浅有很多地方跟我本人是很像的 但你们在饰演这部剧的时候觉得它跟小说的初步大呢 就是改编的 灰 灰 我觉得我们基本上发现那个书里面能做的精神 我那时候跟导演还有Mark我们三个有一个群 就是专门用来聊那个小说还有剧本的那个东西 然后我们会经常找导演会改好 然后改好以后发到我们这个群里 然后我们就是在那儿有一次这个收工了以后还聊聊铃群聊了很久 对那个时候 哇真的希望就是作为原住党的时候你看到的时候也能有那种待遇的 啊还原度很高 首次合作的两个人默契十足 合作之后赵又廷更是赞叹大秘密很坦率 我呢必须承认就是我们在拍摄戏之前我们俩从来没有得交集 我心目中的表面是一个焦滴滴的